台湾要摘500颗米其林星 有可能吗 江振臣都要把他的餐厅RAW给关了 在本届米其林名单公布前 经济部有一项政策引人注目 餐饮翻新计划 希望能在4年后 为台湾摘到500颗米其林星 这是什么意思 全日本目前也不过摘了490颗星 台湾有可能超越日本吗 台湾的高端餐饮表现如何 接下来带你一探就近 Hello各位Foodie 我是Liz 米其林发布会又要登场了 今年的星光不知道会有多灿烂 而米其林今年没有增加台湾的评件城市 也不太可能新增三星餐厅 话题性与新闻热度恐怕不如去年 不过经济部自己倒是吵了一则新闻 新上任的经济部长郭志辉 喊出了4年500颗米其林星星的野望 让人眼冒惊心 蛤 台湾要摘500颗米其林星 这是在开玩笑吗 而且7月底台湾最具指标性的江振程主厨 炮出关店震撼蛋 台湾餐饮的未来究竟何去何从 这集我要带你探讨 1.经济部的500颗星星 到底是怎么算的 有什么问题 2.台湾究竟该有几颗米其林星星才合理 3.台湾餐饮业与Find dining 精致餐饮的未来发展究竟如何 所以今天我会带大家算数学 稍后我将拿台湾与新加坡 和日本东京来做比较 检视3D的经济指标与餐饮业概况 希望更加了解台湾目前的餐饮实力 要知道 餐饮水准世界高的日本 现在也只有490颗米其林星 而全世界米其林星星最多的国家 是米其林的发源地 法国目前有774颗星 台湾能跟这两个餐饮大国相提并论吗 不过让我们先回到经济部的新政策 根据媒体报导 经济部已经研拟餐饮繁星计划 规划邀请国际与国内米其林知名主厨 在台湾开班授课 辅导国内潜力业者摘星 也希望引进更多国际星级餐厅 另外也将发行星级美食地图指引 推出星级餐厅旅游行程 让国际客多停留 显然 经济部认为 米其林星级餐厅 是提高观光产值的重要手段 无独有偶 江振程主厨日前也宣布 若餐厅将于今年12月31号后 转型为人才孵化中心 希望每年培育10到20位米其林主厨 那么 台湾目前有几颗米其林星星 距离500颗的目标有多遥远呢 米其林官网有最准确的数据 进入台湾搜寻 会得出 三间三星餐厅 五间两星餐厅 三十四间一星餐厅 因此得出42间星级餐厅 总共53颗米其林星星 500颗星的目标 是现在的将近10倍 可是啊 经济部说 台湾现在有241颗星星 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他们解释 500颗星的目标是累计加总的星星数 就是把每一年的餐厅摘星数量相加 因此从2018年到2023年为止 台湾一共摘了241颗星星 哇 星星数量突然变成了4倍 只要再摘259颗星就好啦 这就像是说 小明上一次断考数学50分 这一次断考数学49分 所以他总共考了99分 距离100分只差1分啦 nice 看到经济部的解释 我真的笑出来 哪有人这样算的啦 这种计算方式有什么问题呢? 移工连续6年摘3星 也没有因此变成18星三厅啊 而且 真正的问题是 经济部把每一年榜单的静态结果相加 却没有考虑到餐厅后续可能掉星 或歇业的动态状况 先不说别的 2023年榜单公布后 二星的Liberte 一星的HALT 就歇业了 少了三颗星 所以 经济部算的241颗也不正确 还有一种情况 新一部也没有考虑到 就是米其林根本不发行指南的紧急状态 例如 新加坡在2020年 因为疫情而没有进行评鉴 导致没有发行指南 新加坡有一整年的米其林星星消失了 这样不就亏大了吗? 而且 因为不可抗力而缺少一整本指南的星星数量 我们就能说 新加坡的餐饮实力不如其他国家吗? 因此 我认为不应该用年年累计的方式 来计算一个国家或城市的米其林星星数量 以下 有关台湾应该有几颗米其林星的探讨 我们还是以单年的星星数作为讨论基础 那么 我们该如何评估台湾的餐饮星光有多灿烂呢? 如果我们用米其林指南划分的地区做比较 那么 一个地区拥有几颗米其林星星才合理 我们需要看哪些指标 这关乎整体国力 人口数量 以及餐饮业和观光业的发展程度 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考虑 分别是 人口规模 经济发展水准 餐饮添加数量 旅游业发展程度 以及饮食文化传统 我说明一下为什么用这五个面向作为指标 第一 人口规模 人口比较多的国家 通常会有更多餐厅 因此可能获得更多米其林星星 我们可以计算每百万人口拥有的星星数量 来比较不同规模国家的表现 第二 经济发展水准 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均GDP 对高端餐饮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往往有更多资源 投入高品质餐厅 因此可能获得更多星星 人均GDP因此是一个指标 第三 餐饮店家数量 大国通常会有更多数量的餐厅 我们应该考虑米其林星星的数量 与餐饮店家总数的关联 计算获得星星的餐厅的比例 来反映出整体餐饮业的水准 第四 旅游业发展程度 旅游业发达的国家 通常会有更多高品质的餐厅 来满足游客需求 这可能导致更多米其林星星 年度游客数量或旅游收入 因此也是一个指标 第五 饮食文化传统 拥有悠久烹饪传统 和多元饮食文化的国家 可能在米其林评件中表现更佳 例如法国和日本 都以其独特的美食文化文明 这反映在他们获得的高星星数量上 其他指标可能还包括 米其林评件该国的历史的长短 评件的覆盖范围 以及食材的品质和可取得性 不过 这些我认为比较次要 碍于影片的长度 我就不特别做讨论了 接下来 我们将检视台湾的状况 但单独检讨台湾欠缺比较基准 因此 我将并列新加坡与日本东京的数据 希望能更清楚理解台湾的餐饮实例 但你可能想问 Liz 为什么是选择新加坡 跟日本东京来做比较啊 关于这个问题 我也考虑过香港 韩国首尔 泰国曼谷 而最终选择新加坡和日本东京的原因是 新加坡和台湾同属岛国 都是亚洲四小龙 在饮食文化上也都有多元族群融合的背景 更重要的是 新加坡和台湾的米其林指南覆盖时间相近 分别是从2016年和2018年开始算 收入的餐饮店家数量和指南内容的丰富程度比较类似 至于日本 它是我们仰望的对象 但如果拿台湾跟整个日本相比 威魔差太多 就像国小棒球队跟大股相拼 无法做比较 所以我只锁定东京 但即便如此 台湾的餐饮水准和东京 还是有显著的差异 毕竟 东京是全世界最多米其林星星的城市 那我们就来看看 台湾到底差多远 以下我将比较台湾新加坡与日本东京 每百万人口拥有的星星数量 人均GDP 餐饮店家数量 年度游客数量 以及旅游收入 都是我从网路上面搜寻到的公开资料 包括各国官方统计报告 还有国际经济组织发布的数据 我都尽量找最新年份 但如果没有 我也只能使用旧数据来进行比对 虽然不完全精确 但还是能够提供大方向 这是要先跟大家说明清楚的 这是一段很繁琐的算事 答应我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来看看台湾 新加坡与日本东京的基本资料 统计表格 如果你看不清楚 欢迎按暂停做截图 让我们先来计算 每百万人口拥有的星星数量 这里我们都以2023年的数据作为基准 台湾 中级餐厅占餐饮店家的比例呢 这里我们引用的是2021年的数据 因为现在我们所能查到的 新加坡和日本东京的公开官方资料 只更新到2021年 那你可以看到 台湾在餐饮店家的总数是遥遥领先的 这是财政部统计餐饮业中的 餐食业的数字 2021年约13万家 比起新加坡的13900家 日本东京的66500家 是十倍与将近两倍的差距 那这可能是三个国家计算基础的不同 但我们依据手边可以取得的公开资料 来做计算 由于台湾的分母特别大 就会得到以下结果 台湾0.026% 新加坡0.358% 日本东京0.318% 新加坡的新级餐厅比例是最高的 微幅领先日本东京 而新加坡与日本东京 在新级餐厅的比例上 都有十倍以上的领先程度 那以上结果是否意味着 台湾在新级餐厅与摘薪数量方面 还有极大的成长空间呢 然而我们必须回归人均GDP 户近旅客人数以及旅游生意等等指标 也就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准 与旅游业的发达程度 进一步来衡量台湾的实力 让我们再次回到上面的表格 你可以看见 台湾的2023年人均GDP 是32,300美元左右 比起新加坡的84,000美元 日本东京约莫的73,000美元 至79,000美元 都是比腰斩更多的差距 再看看我们的旅游业 疫情后国际观光强劲复苏 2023年全年赖胎旅客人 人次为6486,951人 相较于2022年的895,000人 有7倍的成长 复苏力道惊人 然而距离疫情前 单年千万人次入境的记录 还有一段距离 反观新加坡与日本东京 2023年的入境旅客人数 都轻松突破千万大关 新加坡有1360万人 东京更逼近2000万人 旅客带来的收益更相当可观 新加坡与日本东京 在2023年都有 180亿至200亿美元的观光收入 至于台湾 目前我仍查询不到 2023年交通部的观光收支统计 2022年的数字是 17.8亿美元 然而那是疫情中 只有89万5千人入境的坏成绩 假设我们用最粗糙的估算方法 因为入境人数成长了7倍 观光收入也等比例成长了7倍 那么2023年的观光收入 或许是124.6亿美元 那即便如此 也是远少于新加坡与日本东京 那么台湾的经济水准 与旅游业发展程度 能支撑起更多高档的米其林星级餐厅吗 台湾应该有几颗米其林星星呢 让我们回到2023年的 每百万人口拥有的星星数量 新加坡是12.84亿美元 日本东京是18.63亿美元 如果台湾想达到这两个地方的水准 必须拥有298颗或432颗米其林星星 而这差不多都是 欧洲餐饮大国意大利或西班牙的水准了 其实做完以上眼花缭乱的分析 我是无法下结论的 固然台湾2023年 每百万人口的星星数量是偏低的 只有2.27 但我不确定这个数字要多少才合理 也不确定调动这个数字 对于人均GDP和观光收益的要求会有多高 我只能给大家一个经过比较的大方向 让大家了解其他国家的状况 以及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 当然米其林也不是唯一的标准 会做以上探讨 也是因为经济部把它当作明确的KPI 但我们的确可以看出一个趋势 就是一个国家的米其林星星多寡 和人口规模 人均GDP以及旅游业发展程度是正相关的 那么如果政府想要增加米其林星级餐厅的数量 也就是推动精致餐饮 fine dining在台湾的发展 或许更根本的做法是 提升台湾的经济指标与旅游业发展 不论是推动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例如科技金融与服务业 来增加国民收入 或者改善旅游基础建设 提高机场交通住宿和景点的品质 增加回头课和口碑宣传 而特别针对餐饮业与fine dining 精致餐饮在台湾的发展 更有几个痛点是需要政府解决的 首先是缺工 去年我做过一集 《餐饮缺工》的影片 获得热烈回响 直到一年后的现在 都有人来留言 政府问题的解方 很多业者都直指扩大开放移工 引进更多外国年轻人力 政府是否能够放宽升起条件呢? 再来 如何让年轻人愿意进入餐饮业工作? 餐饮人才的培育 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下有什么缺陷? 如何能从根本解决缺工的问题呢? 而有关引进外国人才 外国专业人士来台工作 是否能放宽身份与其他条件的限制? 例如外国调酒师来台湾酒吧客座 先前曝出未合法申请签证 而被罚款75万元的争议 现行法规是否过于老旧 需要修正呢? 最后 台湾一直缺乏精致餐饮的大型国际展会 小洲50最佳餐厅 从来没有在台湾举办过 与NOMA相关的MED Symposium 世界名厨汇聚的Madrid Fusion 也都是能一次聚集大量 国际顶尖餐饮人士的场合 政府是否愿意考虑争取这类海内外交流呢? 最后我必须说 我很支持政府有心投注资源发展finding 与高端服务 这是一件大好事 经营部长郭志辉先前受访指出 他希望把台湾打造成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世界上有钱的壮年者都想来台湾度假与生活 我认为那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米其林几颗星其实不是重点 那只是一种易于沟通的说法 如何把台湾变得更有质感更有竞争力 值得我们一起努力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有点硬喔 但希望关心餐饮的你能够有些收获 而最后想问问大家 你觉得台湾的餐饮水准如何呢? 你是觉得 台湾的星星已经够多了 fine dining餐厅已经太饱和了 还是说 台湾的星星远远不足 我们要向日本看齐 还是说 家常菜与小吃才是日常 我们应该更关心这方面 留言告诉我吧 喜欢我的频道也一定要订阅喔 也要按赞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